谈谈新能源股,其实看见昨天也做得不错,我们可以开开新能源版面 农源电力消息比较多,会发A股,昨天一度上升了一成 看到大唐新能源昨天也升了9% 其实除了这个A股消息之外,是不是也要留意炭中和的概念呢? 炭中和概念绝对是十四五规划里面一定会经常提到的一个点 不停拿出来讲 但是如果只是几乎讲这个概念,就未必能够令这些股可以突然升那么多 反而我就会看得比较短线的一些因素或者主导的股价 刚刚你提到说发A股这个是挺关键的 因为今次发A股就是吸收了平壮能源 即是在内地一间已经上市的A股公司 就去发股买了它 买了它之后,利用它这个壳 就令到916能够直接在A股那里可以叫做上买市 这个是关键的 而且它不单止说现在是A股上市 甚至乎上完市之后,都会直接跟它母公司 即是陆远电力那个母公司 就去买一些封电的业务 看回它在那个作价上,都可以的 不是算买得很贵的 因为那个新的业务都有一些预测盈利 你计算2021年预测盈利的PE 大概是8倍左右 现在农园电力交易的PE 大概都14倍 我计算Forever PE来计算 即是代表着它今次买的东西 或者跟阿妈买的资产 相对于那个股值就比现时的PE 这个就会对于它整体的股值方面 即时会有一个提升作用的 因为自己高PE,买一些低PE的资产 会令到那个股值是即时提升的 另外也是可以想一个点 就是说现在A股 为什么要在A股上市呢 就是说A股在交易那些新能源的公司 那个股值方面 就远远高于H股这边 即港股这边 其实之前的风电股 是完全没有人抠 是不值钱 说的PE只有几倍的 所以也都会令到大家有个想法 就是说它A股上完市之后 接下来它再有些什么收购的 它要发股,要做融资的 那么就变成可以在A股那里 直接去做批股 是不是因为A股的股值贵一点 你批股所带来的摊薄 就自然相对少一点 那这个是好处的 那也都有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你农员可以用这招 来到A股上市的 那会不会就令到其他 香港上市的那些风电股 本身股值比较便宜的 都有类似的概念可以炒呢 那比如956新天绿色能源 其实都是在没多久之前 应该今年年头或去年年尾 都回到A股上市的 那A股的价格 其实是十几元的 但是现在H股这边 是三个多 就是你想想 那个差距差很远 H股的折量是很大的 那另外你说好像836 836这种还原电力 本身好像大家觉得是火电股 但是其实它在未来的几年 说到明会是增加 那个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比重 说到那个 就是未来的五年里面 它会由新能源的装机占比 会由现在大约十几个GbV 就升到五十几个GbV 代表着预模是大幅上升 而它现在购买的PE的估值 都是预测来计 只有四倍几五倍的 如果你说未来 它能够将这些新能源的业务 独立分拆出来 在A股上市的 那个估值就肯定不止这些价格 所以大家炒新能源股 这段时间就不是单看政策面的 而是在估值上面A股贵这么多 H股这么便宜的 那会不会这些股费 有一个所谓估值重股的概念